好年底到了那么很多的特卖会 这两天在南昌路的家具特卖会呢 就吸引了不少民众到现场用一元标价 那么标到了数万元的家具 有民众还特地从高雄北上 这两天买了十多万元 不过正当大家呢开心的喊价的时候 突然有得标的民众站起来呛声说 原来是刚刚有任性的民众跟他爆料说 有店家也参与其中在喊价 借此要提升竞标的价格 让得标民众非常的不满 六十年历史家具商圈 推出万元家具一元起 台下民众喊价热烈 没想到突然有人呛瞎 我不服气 我真的我不服气 他们出来台价的 他们五千一万这样子跳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刚刚就是这个样子啊 我不服气啊 呛响的这位邱小姐从高雄北上 两天内就买了十多万元 原本开开心心想要为开胜民宿打点打点 没想到有民众热心爆料 议员起标可能作假 没意思啊 在国上就没意义了 我自己买回去的 他们小姐他们很快自己想买 只有这样子而已 我们不是说全部这样子在 他说他也想出来这样交一下 那我说你就是自己出来去竞标而已 所以其他全部没有他所想象的 说我们自己店家出来这样子标的 担心公平吸引民众有疑虑 商圈立刻要求店家人员全都利益回避 就怕60年来首次大肆举办的家具拍卖会 染上一层阴影 中立新闻五博一方结入sn小组台北采访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